由金管会及台湾证券交易所主办第一届校园证券投资研习竞赛日前落幕 借了100所大专院校及超过3000只队伍来参赛 其中朝阳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的同学表现波俗 击败了台大及交大等学校联队 勇夺个人组全国第一名 以及团体全证组全国第一名等16项大奖表现相当亮眼 秀出一箩筐的奖杯学生开心的跟师长何颖留念 这群朝阳财经系同学最近参加第一届校园证券投资研习竞赛 击败多所学校联军勇夺个人组全国第一名 以及团体全证组全国第一名等16项大奖表现相当亮眼 比赛过程当中很紧张因为参加人数很多 就是因为我们是二年级所以对于全证不是很了解 然后透过这个比赛我们可以更了解全证的商品有哪些 你一定要去了解全证是什么东西 然后它是要怎样 它是有什么样的特性然后该注意什么 然后就是过程中就是还有团队合作吧 因为是团体赛 校方表示这次证券投资研习竞赛 共吸引100所大专院校级超过3000只队伍参赛 其中不乏台大及焦大等大学联军 之前经过网络出赛 每区各组前10名 共200名优胜同学获选晋级参加复决赛 朝阳能够一路过关斩将最后获得多个奖项相当不简单 因为它是分成全证组跟证券组 那全证组的部分我们是团体组的第一名 那证券组我们是团体组的第二名 那是打败的台大跟焦大等名校 那我们个人组的话 前10名里面我们也拿到了前5名 有5个奖项是个人组里面 所以这次的成绩是非常好的 证券投资研习竞赛虽然是首次举办 但是获得学子热烈回向 主办单位也会继续举办 而朝阳学生更会充实自我 期待在比赛中验证所学 为学校及个人争取荣誉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